12月份的港議室的當觀眾是老澤君君 除了我們剛才所看到的花海濟光 沖縮港議地區、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歡的歐金端的世界 也老澤丁丁丁 本來在地的外國團體對這陸期一直到每年代的一位成員在港議體的歷史村 適合韓國河的村口 來電視代表的作品 對港議社區各種緯作 到立頁、俗化、各有各式各有的外國人典型方式 結合到家裡的歷史現實 為港議市民帶來相當豐富的歷史鄉位 港議市長民會也親自來支持開幕其實 邀請大家到臨來感受歷史的美容美麗 港議市日空一期歐金端歷史在佩合在港議體的歷史村老在開幕 由港議台行的老師賈吉昌所出店的港議歷史推廣普通會 特別邀請到包括家裡替德的歷史發展協會財 八個藝民團體在四個層口 和五個層口來電視 港議市長民會親自出色區 無意識在七點營成吉昌的歷史上 一日參觀電腦 我還是在火車頭附近大小的小孩 我說你混車站了啊 我說對 在車站長大 車站這裡就是 因為過去這裡真的那艘的生活很辛苦 在這個附近這裡 大家很多人來叫什麼 那時候煤炭那就是什麼 我還有印象很深刻 我甚至有朋友同學的媽媽 因為來撿了煤炭 還被火車站了一段 那時候心裡真的很難過 覺得很困苦 但是呢 我覺得媽媽的生命力 那種愛 我到現在印象很深 她為了孩子 還堅強地活下來 還要活得很好 那這一份就是愛 我們今天把這一份 原本在這邊很辛苦 很多很多的故事 結果我們透過藝術 我要謝謝 讓藝術 讓這種黑金煤炭的故事 甚至加入了藝術的價值裡面 全部在提升了 剛才在四合和五合層口的電腦之間 我們說到 這是由種子達人 紅色親 電視諾亞方舟 紅色親創造各地 玩三點鐘 這是由工藝台下 時間的實現的行星 電視像不像素描戰 當時還有十個中 室的藝術現實話 對擁有十分的抱負 工藝市長的運氣 也要請大家 作回來參與 相關華東亞隊長 可以自由港議室 文化球的網站來擦損 西新新聞 翁秀山 港議室 蔡宏報道